欢迎来到KK音乐 韩娱乐圈过去对于公开恋爱相较敏感 尤其偶像总会掀起一阵争议讨论 如今时代不同 公开恋爱的艺人情侣变多也更大方 偶像出身的金小忠和炫耀稳定交往受到众人祝福外 还一起接下代言推出新曲跑行程 低调的李光珠和李善斌在访谈中被问到 对方时也是变得大方 以下就列出六对好感度超高的艺人情侣党 郑静浩和秀英 郑静浩和秀英2012年交往至今快十年 虽然不会上传情侣自拍放闪 但时常到对方的ins贴文下留言 访问或节目中谈到态度也是非常大方 在重要及充满纪念的时刻 也都主动表达支持 每次彼此有信息或活动就会送上姻缘餐车 郑静浩和秀英 为彼此送上姻缘餐车 郑静浩和秀英交往快十年 秀英于2020年接下轮往时 就曾在杀青后访谈中 讲到因为男友很擅长浪漫喜剧 很常请教意见 而郑静浩不只是浪漫喜剧达人 现实生活中更是甜蜜男友 郑静浩2020年接受杂志访问 被问到你认为是什么成就现在的你 第一时间就回答 我和一个心爱的人谈了八年恋爱 我想成就郑静浩这个人的就是崔秀英 郑静浩静而说道 秀英叫我做的事情我就做 叫我别做的事情我就别做 吃饭前先洗手 睡前刷牙 别喝太多酒 衣服要穿得整洁 好看等等 总而言之 要听女朋友的话 字字句句中都能感受到 她们之间浓厚而又稳定的爱意 相处状况就如戏剧情节浪漫的她们 一起养的狗狗还取名为 浩英作为爱的证明 而且男方本身已经有养一只比熊犬 彼此会调节时节 互相帮忙照料 郑静浩和秀英的爱犬浩英 玄冰孙一珍 玄冰和孙一珍在爱的迫降幕后话续中 就甜蜜无比 俊男美女的配对 也吸引了许多CP粉 没想到2021年 南韩第一次的元旦情侣就是她们 消息曝光后 更透过经纪公司发表声明 大方认爱 玄冰和孙一珍 双方在合作电视剧后产生好感 进而发展成连人关系 希望大家都能温暖守护 孙一珍更亲自于硬死写下长文 害羞的她支支吾吾告白 是啊 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很感谢能够遇见这么好的人 我也会努力维持这段感情 任爱后 因为他们婚事传门不断 尤其在南方买新房的消息曝光后 更是如此 粉丝也都相当期待好消息来临的那天 玄冰和孙一珍十分登对 一宣布就广受祝福 柳俊烈 惠丽 柳俊烈和惠丽2017年开始交往至今也快五年 鲜少公开放闪的他们常被产出分舍消息 但访谈中都会谈到前阵子才见过面或是路人目击约会现场的合照曝光 爱的低调甜蜜 是许多网友心中登对的一对 惠丽2021年拍我的室友是九尾狐和张基隆有许多亲密戏 尤其是贴连自拍互动自然 像极了真实情侣 每次有相关画面曝光时 韩网友都会刷一排柳俊烈的根图 他事后收访就笑说 男友每一集都有看 更隔空告白 一直这么的支持我 理解我 想对柳俊烈说谢谢 觉得很受到尊重的感觉 非常感谢 柳俊烈和惠丽低调稳定交往的模样 广受大众支持 金宇斌 申敏儿 金宇斌和申敏儿2015年开始交往 刚满一年多就患鼻咽癌 一度让外界相当担心他们的感情 甚至还传出分手传闻 双方很快就共同友人打脸外 也让申敏儿的细腻贴心曝光 只要一有空就会陪着回阵 互动就如纯爱漫画般甜蜜 2018年也一起去澳洲过年 金宇斌大病痊愈 冲回工作岗位 忙着拍摄广告和电影 申敏儿也在2021年拍摄 海岸村恰恰恰 唱下高收视 再次掀起一阵 申敏儿旋风 他们共同参演的新剧 我们的懒调也将在2022年开播 金宇斌和申敏儿对外界看好 一定会结婚 金小忠和炫耀 2018年公开承认已经交往两年 不止一同离开了原公司娱乐 爱的高调 至今也快七年了 时常能在双方的ins上 看见勾手 亲嘴或锦庸的合照 2021年更携手推出情侣去 上各大综艺节目宣传时 真实情侣的互动也是引起讨论 他们的爱情观也都非常相似 每天都当最后一天去爱 并且永远会有心动的感觉 金小忠上JES主持的节目时更告白 她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人 只有看着炫耀我才会笑 更笃定表示炫耀是人生中最后一个女友 这一招粉丝相当期待 这对演艺圈最性感的情侣结婚的模样 金小忠和炫耀是罕见的偶像情侣党 俏皮互动广受喜爱 李光珠 李善斌 李善斌首灯running man 就说李光珠是理想型 在全招名牵线下 彼此进一步熟识并相恋 只要上和李光珠熟识朋友的节目 男友都一定会先打个照面 像是他要登上 由金中国主持的 看见你的声音六事 李光珠就先拜托金中国 要好好照顾李善斌 李光珠出道十年 首认爱对象就是李善斌 有趣的是 李善斌2021年拍摄轻松喜剧 酒鬼都市女人们时 主要演出活动 好动又充满热情的安照西 在杀青幕后话剧演变中 可见他在大街上跳着奇怪舞蹈 被发现手和脚的角度 和李光珠周明的蚊子舞超像 被笑说是李光珠亲自教的吧 还有网友将他和对方跳蚊子舞剪在一起 相当逗趣 对 对 谢谢大家